在中国东南沿海 有一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距离大陆只有30公里 这个小岛名叫乌秋雨 虽然面积很大 但它在两岸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座武装道牙齿的小岛神秘面纱 一探其究竟 乌秋雨位于台湾海峡梅州湾外 与梅州岛相隔仅33公里 距离台湾省代管的马祖列岛也不过50公里 曾是梅州乡的一个村庄 原隶属福建省莆田市秀宇区梅州镇 现由台湾省代管属于金门县乌秋乡 如此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乌秋雨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乌秋雨如今由台湾省实际控制 岛上的居民几乎全部来自梅州岛 过去两地的交流非常频繁 由于历史原因 这两个地方已经隔绝了半个多世纪 2002年5月7日 19户五数位乌秋乡亲 乘坐金门的泰武轮 首次直航梅州 在梅州岛停留了4天 乌秋雨居民享有了梅州岛居民的待遇 乌秋雨由大乌秋和小乌秋两岛组成 面积仅约一平方公里 特别是小乌秋地处台湾海峡中心点 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岛上的居民主要是从梅州岛迁移过来的渔民 乌秋雨不像金门和马祖那样引人注目 但它是台军与大陆对峙的一个据点 驻扎有一个营的台军海军陆战队 兵力约500余人 由于乌秋临近大陆边缘 控制着福建蒲田兴华湾 梅州湾的出海口 与金门 马祖互相呼应 监控台湾海峡南北交通 能够侦查解放军动态 获取情报 台军将其视为台海防御作战的前哨 即争取战略纵深的重要环节 乌秋雨离大陆如此致近 控制这个小岛 便能掌握福建沿海的动态 甚至可以直接威胁大陆的沿海城市 这种地理上的优势 使得乌秋雨成为军事上的战略要地 为了防守乌秋雨 台军在岛上建立了复杂的防御体系 整座岛屿被军事设施覆盖 山体被挖空 建成了一系列防空洞 掩体和地堡 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精心布置 驻守在岛上的士兵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进行反击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乌秋雨的山体几乎被完全挖空 岛上建有大量的防空洞 这些防空洞不仅可以保护驻岛士兵免受空袭 还可以储存大量物资 岛上的地下通道四路八达 构成一个复杂的地下防御网络 驻岛部队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包括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 以及各种重型火炮 此外 岛上还部署有先进的雷达系统 可以实时监控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静 由于长期作为军事要地 乌秋雨的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善 岛上建有直升机品 码头和宫殿设施 以确保在战争状态下也能正常运转 尽管面积不大 但岛上的设施足以维持长期驻守和防御 然而 随着大陆风向出力的不断提升 以及两岸攻击的逐温 这座武装的老式的小岛中将被放过头 因此收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